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正杰 我們今天來到日式樂壇附近的錦南大學 來幹嘛呢? 看我衣服或者看旁邊車就知道 這是小改款的CRV 也就是今年Honda最重要的產品之一 很多人可能會奧提 這次小改款在送的什麼 我直接破底好了 其實你看到這個畫面你就要大概知道 它的前面像流水式的發焦燈 還有它整個下氣壩都改的比較簡潔的方式 他說好不好看天然電池 我說真的 但是至少它讓整體的電腦來更加簡潔 有人會喜歡這樣的感覺 除此之外呢 它旅圈18吋圈也有經過感動 那不只如此 像是尾聲 兩個尾聲充電的布刻的飾板 還有它下面的下護板的布刻的字樣 它都有進行一些尾聲 除此之外 內裝的部分 像是它加了手機的無線充電的裝置 是啊 副駕駛座在最領配的車上 副駕駛座呢 副駕駛座呢 則是也有電動調整的機器 所以應該是現在目前統計裡面 算是最厲害的部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則大致上大動小 所以大家的重點是 綁在這一次的小改款 有變成三個新車型 非常簡單 現在多了一個車型 積稅路 VPI 它目前還沒有真實收價 因為還沒發表 但是它VPI現在的預售價是96萬元 這價錢還明顯了吧 對的是誰呢 對的就是庫嘎 因為庫嘎也有一個96萬多的車型在這裡 那他為了致敬CRB不國產合格的份 他要打上這幾個場面的隊伍 甚至還有那個最強最強的那個破壞性的 相當具有攻擊力的Rawful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的價錢從本來103萬多 降到100萬內 這樣子會增加點性能力 但是我們在昨天跟昂達的高層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想到 這個是預測價 但是到時候扣掉貨物罪全免5萬以後 有沒有機會看到8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啊 你看要看到8的話只要低於95萬以下 扣掉5萬就是89萬了 所以我覺得甚至是售價的話 可以往這個方面想想看 但是事實上不管如何 我覺得在現在中情SUV市場 越來越增加白熱化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有價格上的優質 雖然說我們剛剛在試駕的途中 我們發現這個車在一些電影界面上 在一些炫目的感覺 或者一些享樂的感覺的部分 可能沒有親自在對著人那麼的強眼 但不可否認的是 昂達它畢竟就是一個坐車的平常 所以它在駕馭感受上 甚至在乘坐感受上 在後座的空間表現 還有整個車子 車室裡面的開過度來講的話 這車應該還是站在目前同時裡面 幾乎是屬於服務的最厲害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你真的很重視配備的話 也許新世代人還有很重視的選擇 當然它的浪漫選擇也太美了 我覺得新世代人是在稍微的 但如果要的就是開車 開起來非常舒服 很快就在 坐起來 讓你全車的成員 你最愛的家人 都感覺到很重視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覺得PRP還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以難怪在今年的六月七月的時候 它又創造了三月破檢台的 相當可怕的交測量 我覺得絕對不會是調和的 item 齊敦 不曉得 aru 遠很算 這邊